大家好,我是佛心,中国的佛心,佛心是我的秒,网名 今天介绍的这个设备呢是RPEX 一个小的实验治疗设备 它根据那个RUF和法国一个科学家P开头的 一个科学家那个理论结合到一块 实际上跟那个法国那个人,就是这个人 他那个理论没什么关系 他这个P你可以理解为是泵普波 就是P-U-M-E-M-P或者M-E-M-P 泵普波就是一个直流偏制 减少屈膚效应 中间它是穿透力 法国这个人就是这个 RUF就是这个,它原来是这样的 这个是比利尼 RUF发明设备呢,历史我就不讲了 它原来做的就是等粒子,这种灯管型 通过灯管发射一些光子频率之类的 然后呢,它有一个那个低频的脉冲磁场 是在那个治疗床的下面 它这个低频那个磁场呢,有助于这个穿透 电磁波进行穿透 当时就是它跟它的助手啊 分析它这个原理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估计也没太多人知道了 因为那个东西都失传了 后来都被法国政府给把这个设备都没收了 这个设备 我现在做的这个,前面做那个就是多波这个RUF机呢 就是频率治疗的一块 就是根据这个人做的 因为它做的这个比这个RUF还要成功 它是用了20多种频率 从最高,应该是上G的 然后调制到那个最低的频率 就是几百和几千赫兹这块 20多种 最低的就是脉冲磁场那块 大概有时候是一秒一次 就是一秒几次 就是在那个10赫兹以内吧 它治疗以后呢 就是把人体那个免疫力也提高得非常厉害 据说是拿那个 它用那个小老鼠做的实验 这个老鼠的血液呢 正治疗好那个就是 通过治疗那个老鼠那个血液 把注射到另一个 就是没有治疗的 但是也有肿瘤那个 同样肿瘤那个老鼠的身体里边 也能起到治疗效果 我看一看那个设备在那 它上面这个里边是有很多的等于子管 下面下面是治疗床 这个他们拍的照 就是这个法国人 这个RUF最开始发明的就是那个显示的 显微镜 高配显微镜 它通过调整一个 就是把它那个灯管啊 调整频率以后呢 发出了光啊 注 接入到它这个显微镜里边 发现了它那个不同的频率 调出出来的光呢 具有杀菌效果 而且穿透力很强 这样后来它就单独做了一个设备 我们现在说的GRAF机 一直到那个RUF快死了之前呢 它又跟另一个人混的就是这个 这个家伙呢 它最后它是唯利是图一个人 它卖卖什么呢 就卖一个这个玩意儿 它说它知道那个RUF的秘密 还有它的质量频率嘛 然后它就卖 然后给人家一个频率 它给的频率呢 都是那个低频的 就是低频那个调制频率 就是比方这里边那个三兆固定的 然后这个频率谱就是需要输入里边那个频率 是那样的 那个频率呢 根本就没有治疗效果 所以它最后这个 因为这个事儿吃了官司 致死了不少人 所以说现在市面上有好多就是 卖一个新号发生器的 就说是RUF设备的 或者是那种ZAPPER ZAPPER ZAPPER 那种呢 只是起到一个 ZAPPER 我们都知道 医院也有那种 就是中频治疗仪啊 高频治疗仪啊 低频治疗仪啊 包括是国外卖那个TENS啊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效果 活血啊 就是调理作用 保健的 它对这个 肿瘤癌症的这种疾病 包括呢 感染的疾病啊 没有什么效果的 基本上 好 那个回到这一块 现在这个 这个扫瓶呢 是正在扫瓶 设置的是20秒 10K到150K 可以看到 这个我要讲一下 这个扫瓶 这个边 这个频率 频谱分析在一块 我把这个 设置到50K吧 设置到50K 设置到50K 就能看见了 它 它这个频率是13 57 90 91 这基数的 呃 这边这个频率就是 比方 是3兆 现在是 3兆是中间的这个 3兆加上50 就是3.05 3.05 加上50K嘛 就是3.05 3.05 然后这个呢 是3个 就是150 就是3加上 0.15 就3.15 3.15 然后这样 这样就算 如果你知道那个频率以后呢 也是反向推 推这个输入的频率 比方是 你那个治疗频率是3.05 然后你就设置个50K 或者是设置10K 10K的话也可以 现在我们设置10K 看一看 10K的话就是135 是这样的 在这儿 就是3.05 在这一块 然后这个7 就是3.07 3.09 3.11 在这儿 是这么来的 这个频率呢 就是为什么是 基数呢 因为它是方波 也不是那种对称的方波 或者说是CMOS波 这种 没有底下的那半部分 对称的方波是有底下的一半 这个没有底下的一半 这种波呢 才有制造效果 如果是对称的那种方波呢 输出的那种 基本上就没有制造效果了 特别是高频的 低频的还有一定的效果 高频的就完全没效果了 这个都是通过那个实验子做出来的结论 现在那个比定机参战团队做出来的那个就是 输入一个对称的 它那个频谱就是 12345678 这样 通过那频谱 你们看出来它那个设备 输出那个波形是不行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波形这一块 它在抖动呢就是有一个调制 这个泵 就是直流偏制泵普波的作用 它为什么底下有一点 用它那个 我去拉拉放大一下 这个 这是一个主波 它是天线作用 这是天线作用 它有个主波 来一个震荡 实际上这一块是一样输出的 没有 它是 因为这个输出线的问题 这线的 线的事 这块是不影响的 看一下咱们这个输出不行 好嘞 出来了 这一块呢 看暂停一下 这个就是没有泵普波的时候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这个加上泵普就是偏制 就是从这到这 有个偏制 看到没 偏制作用 它给抬高了 抬高了以后呢 就是有一部分直流的成分 直流的成分呢 就有助于穿透 穿透以后呢 它就说 如果你的体内呢 有那个疾病的话 它有足够的能量穿透 如果是只有高频的话 它有一定的去腹效应 它那个电流是在皮肤表面走 它不进入那个体内 这样的话你就很难产生一个效果 是这样的 好我们再看 看一下那个 它这个频率 频率这块 把它缩小 缩的最小 缩的最小呢 现在就是你看 那个50k 现在是50k 这一块 它在那个 这是三兆 然后这个是两兆 一兆 我们这块都含个全了 四兆 五兆 然后这个后边是不显示的 然后再调个高一下 每格是 现在是1.25兆 然后这儿是 这儿应该是三兆 三兆 三兆 然后这个是五兆 五兆 六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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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都有 然后七兆 八兆 九兆 它是这个 三六 三六九这块 你看 后边的分布也很很清楚 能量分布比较均匀一点 一般它那个RUF那个频率呢 我看 最高 最高是多少 就是 后来那个赫劳德 赫劳特 赫劳特 叫H开头那个人 他 做那个机器 频率是这样 基本上 这个找到了 找到那个频率表 这频率表是 从最低一百 一百多 一百多千赫兹的 一百多 这个实际上也是它 治疗频率的一个 应该是一个低频斜波 但是它是有效的 就是低频这块 如果你设置到这个频率的话 是一个放波的话 它也应该是有效果的 是这样的 它一般 那个原始机器里边是 三点多兆 三点三 有个三点八 四点多 有好几种机器 原始原始机器 它是通过那个频率调的一个更高的斜波 更高的变态 比方是像那个1.6 这个癌症 这个病毒的频率 1.6兆 这个块 它调制到 就是通过三点八兆吧 三点八减区 就是1.6兆乘以2 就是3.2 还剩六百多克 六百多千赫兹 六百多千赫兹 六百多千赫兹呢 找到音频范围 那就是几十K那种嘛 然后除以除一个二十吧 六百K除以二十 那就是三十K 对不对 三十千赫兹 如果除以二十五呢 就更更小了 这个编带吧 二十五编带就是更更的频率更低了 你直接除以频率也行 你想输入一个六十K 那编带就在第十个编带 是这样 如果你是吹一个 一百 那么在第六 一百K的话就是第六个编带 这样算 也就是说 它的更高斜波 就是在那个 乘以一个二 以后那个三点二兆 那个地方通过三点八兆的来调制 出来这个三点二兆 就是在三点八兆的低编带 什么是低编带 我给大家讲一下 低编带 还得放大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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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去算 这样去算 总的来说 就是说 它那个 团队做的那个东西呢 有点是有点问题 它它它自己没意识到 它没应该的原因 主要还是没有实验 所以说 今天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 嗯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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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